也是受到台風影響 讓這個葉菜類的價格都漲了 至少一輩子多喔 會不會覺得菜很貴 今天今天菜很貴 貴死了 貴死了 貴死了又沒菜 又爛 菜飯把菜擺出來 但看看葉菜類的價格 實在很難下手 這個很多 蛤 貴很多 你也不要買 這這樣 這今天高麗菜有沒有覺得 比較貴一點點 很貴喔 這一顆一百八 高麗菜因為之前風災影響 本來就在高點 台中市場零售價一斤 大約九十五到一百元 小顆的秤下來接近兩百元 大顆的要兩百以上 幾乎最大的就是這種葉菜類的 在下雨天的關係 葉菜類都會爛掉 菜比較少 所有菜都很長 這回風雨大多在東部和南部 葉菜類影響最大 A菜一斤要六十元 漲了約一倍 芹菜原本一把二十五 現在一把要五十元 而超市配合提供平價蔬果 但可以看到 架上平價的已經全數搶光光 接連的颱風影響 菜價想要回穩 可能還要一陣子 記者林博從台中報導